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屈領太 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在盤中又在低檔震盪 可是量縮之後震盪 昨天轉強之後 今天馬上成是一個 熄火的情況 整個後世的發展 該怎麼判斷呢 好 這個不會有什麼行情 大家心裡要有數 因為我講的不只是台灣 包括全世界股市都是這樣子 那麼你說前兩天 因為美國聯準會說要升級 所以大漲 沒有那種事 大家不要開玩笑 我就跟你講過 不會說降級也漲 升級也漲 沒有那種事 大家想開一點 是那一天又抓到恐怖分子 而且聯準會能不能升級 都還有變數 經濟基本面最近看起來 也不怎麼樣 那麼不管它漲 大家都說大概八九成會升級 那就升級吧 所以美國股市接下來不會有行情 因為資金跑到美國的生計股去避險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生計股 生計指數今天也滿強的 滿強的 大概漲得零點幾 那一大堆的 又輪到這些你沒有看過的 東升華這些漲停板的好漲 那生計大概就這樣輪來輪去 所以講到這裡我跟大家講 我是比較偏空的 我再講一遍我比較偏空操作 那麼但是我所有的股票都空 我都認為是空方 我唯獨不空生計 因為生計要避險用的 生計是哪來避險用 我講一次 生計股每年有幾個轉折月 來聽過我上課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4月7月11月 最強的月份落在4月 我講的是全世界 全世界這個樣子 7月份的生計股也通常都還滿強的 那因為今年的7月沒有漲到 美國股市的7月份正在跌 也沒有漲到 那麼如果漲到11月份 大家應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 11月份在國際股市的生計股 如果能夠拉上來 都跟避險有關係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這怎麼論掉 我跟大家講 我推論給你看 大家還記得那個111光棍節嗎 蘇姐您記得光棍節 光棍節來看一下 導播讓我們看一檔股票叫做 叫做Oh My God 讓我們看一下Oh My God Oh My God 你看Oh My God在什麼時候 在9月份10月份就開始拉了 這個叫第三方支付 就是迎接這個所謂的光棍節的行情的 不只它 這個什麼志冠啊什麼都一樣 都是那時候先拉上來的 就是說你還沒有遇到 你還沒有光棍節之前的一個月 第三方支付就漲了 大家應該有這個 我還記得吧 應該還記得吧 第三方支付就漲了嘛 那結果呢 來到111光棍節的時候 從此之後不再漲了 包括美國的阿里巴巴也是一樣 過了111光棍節不再漲了 為什麼呢 因為利多出鏡了嘛 那所以呢 現在按照以往多頭的慣例來講 包括美國股市 現在都應該大漲消費性電子股 因為是多頭的關係 如果是多頭 應該大漲多頭的消費性電子概念股才對 為什麼呢 你看下個禮拜就是感恩節了 你看這一個月 美國並沒有漲到什麼電子股 都在漲生計股 然後這個下禮拜就感恩節 這個11月份的最後一個禮拜四 就是感恩節 來到12月份就是聖誕節 那照理說現在就要開始 全世界就應該布局 這些高科技股來大漲 結果沒有 資金全部跑到生計股去避險 包括台灣也是一樣 包括台灣也是一樣 這樣大家通了沒 這個時候生計股本來就是 小漲會意思一下 搭配一下 漲王呢 這個先漲這個電子股才對 漲到生計股在11月份 在國際股市就是避險 所以我說我什麼都空 我就是不空生計股 我太陽能也空 所以這樣跟大家講 3576你看 你看這3576這個 你看 根本前兩天空剛剛好 是不是兩天前空剛剛好 頭部出來了嘛 還有那3514 這一天大家在講 奇怪沒人講了 太陽能連跌兩天沒人講了 沒人講了 這個846488的這個也是啊 這個有沒有 你覺得他很強嗎 這幾天 像過去這一個禮拜 早就沒動了啦 你以今天的位置來看的話 過去這一個禮拜都在這個位置 都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太陽能 只有生計股不空 太陽能 那接下來呢 IC設計是我下個標的 很快的就要去 因為你說 欸什麼很簡單 2454連發科 你看一下 那昨天啊 紅棒出來 今天吐回去了 8299的群連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都差不多了嘛 都差不多了 也沒有漲到 也都沒有漲到 上個題材就在279之後 這十幾天啊 都沒有漲到了 這是下一個 這個所謂的空方標的 但是我強調 那生計股爆大量 到底能不能追呢 我認為是自由新鎮 生計指數 這幾天是爆大量的 那生計指數是 殺尾盤 殺尾盤 是在今天的相對低點 你自己要心裡有數 這個 像我的我們的客戶 這一段時間來參加我們的 這個我們都跟大家講說 生計股金人工 都可以走 快走走走 當然隨便你啦 我沒有意見 至少我還沒有那麼快 看空生計股 沒有 因為國際股市是這一塊的 好 那麼這個最後來跟大家講 來看一下 導播 讓我們照一下 我們的電腦圖表 幫我們照一下 來 待會投資朋友不要忘了 我們廣告當中 這個最重要的資訊 我們等一下會有更精闢的分析 但是你一定不要離開 一定要看到我們廣告 活動的一個資訊 好 麻煩一下蘇璇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收盤行情 結果最後一筆的話 網上又墊高了 也就是說 讓跌幅是進一步的收斂 來看到收盤 最後收盤下跌了 11點 8465點 但是量是進一步萎縮了 剩下753億元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電腦圈場 洞西國際股市脈動 掌握台股關鍵轉折 11月21號禮拜六 上午在嘉義 下午在台南 11月22號禮拜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竹北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民眾賺好康 民眾賺好康 換床趁現在 來床的世界 舊床換清床 最多限責兩萬元 美國原裝西蒙斯 月付1380 美國比格名床 只要月付1250 滿盒加碼再送百分百 紐西蘭春鴨帽貝 請來床的世界 高雄日盛旗艦門市 星光閃耀 周年慶 星光來店裡 網品餐券 同盤價88元 現場大發送 同配率Easy Go 一萬九千鋒 風扇滿滿滿額增 單筆消費滿八萬 送八千 11月16到25 日盛國際精品 一流的眼光 成就一線的地位 Evaco Daily 三頓半 不只是市場唯一 超越日系 品質配備 更是第一 現在購車 想二十萬現金折價 再送超過兩萬台速加油券 即刻入主 晉升一線商場贏家 台語汽車 不必登補助 Ford 竹梦專案 一萬元開回家 再加碼六十七零利率 總價值最高超過七萬元 即刻入主趁現在 做奴隸分的顧客又五年了 沒有人比他更了解皮膚 更了解美容 他不僅做到了 還把美麗做成了事業 最重要的是他那種決心和自信 他說他是上帝派來傳播美麗的使者 決心美麗 羅力芬國性美容事業集團 三十週年 讓你的未來更美麗 不必登補助 Ford 竹梦專案 一萬元開回家 再加碼六十七零利率 總價值最高超過七萬元 即刻入主趁現在 驚過全世界 全業如有最用心 一百年如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即報你越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高好你真清晨的好不 好 台北股市 最後是一個價跌量縮的情況 剩下七百五十三億元 倒是只有小跌了十一點 那麼接下來 林海兄的部分 要從這個降上的關係 甚至在題材性的變化 該怎麼掌握呢 好 我剛才才跟蘇賢在聊天 最近有一個投資朋友來找我 他 可能是 我當然我不能說他的心態是怎麼樣 因為他放無薪價放了一段時間 所以當然是因為我在講空 他認為滿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這樣子能不能 讓你有一點警覺 放無薪價放了一段時間來參加我 因為你投資朋友 我不否認 你看我就知道我是看得很保守的 我是看得很保守的 我甚至跟大家講 明年才是重點 今年從這一萬點掉到七千二 那只是小小的熱身而已 小小的熱身而已 明年才是重點 全世界股市也是明年才是重點 如果連準會升息的話 當然焦點就在明年 所以這個是我年初就跟大家講的 所以我們一萬多點在這一萬點附近 就開始做空 那當然我們會回補 再拉高再空 所以我也不會擔心被軋空 好 那麼還有投資朋友會做 喜歡也會跟著看空 不過不太會空股票 空的有的被軋到 這很奇怪 像我們這一兩天才開始 像有些投資朋友去跑去空生技股 這有點奇怪了 當然我也沒有做多生技 只是我要跟大家講 生技爆大量也不是好事 因為生技股在11月份漲 來聽過我們上課的 來聽過我們上課的 投資朋友都知道 我知道我們跟大家講生技股 本來11月份就有行情 行情越小的話呢 生技股11月有行情 越小 行情越小的話 越有利於多頭 大家有沒有聽懂 行情越小 因為表示說多頭不是在漲生技 同意是在漲平蓋骨 在漲半導體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一大早不是 那個北美半導體的BB值 有沒有 又掉到0.1以下了 上個月是跟大家講 那個上個月的1是作弊的 這個訂單跟出貨比兩個 分子分母同時衰減 才超過1的 所以這一個月 在這一個月公佈的這個BB值的話 就破功了 就破功了 就掉到1以下了 這個就會影響美國股市的 半導體族群 他們都是這樣子 所以今年年初半導體先跌 就是因為這個因素的 好 那麼我說 你不要去空什麼生技股 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這幾天 我也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開始不空這個太陽能 當然很多人在講太陽能很好 可是我怎麼空也不會去空 空什麼叫2402的國塑 我是不會空那種的 因為那有一點小嘎空 這個太陽能 我說過國際股市 大家可以看我的內容 國際股市的太陽能是大跌的 是大跌的 歐元是極扁的 這個都不利於報價的 好 那麼這個禮拜 還是老話一句 你不會空 你要來找我空 這裡是保守以對 那一樣 全美國的避險資金都在同步解碼美股 所以美國股市未來一個月也不會漲 你也不要再想 這個叫半三腰的行情 老手是死在半三腰的 半三腰的行情是可怕的 因為大家都認為 因為新手怕急跌 老手也跌了一段 搞不好還想要把它做上去 是做不上去的 股市再怎麼樣 你都要回歸基本面 這禮拜六 這個IS還說恐嚇要去攻這個 攻這個美國華盛頓 這個恐慌 恐 這一次因為 本來國際股市就要拉回了 受到IS的巴黎恐恐 反而助長 但是這是不合邏輯的 因為全世界股市在歷史的高點的 你要搞清楚 在剛剛我們底下寫的 750幾億的成交量 你不就跟我說這是要去到哪裡 你也能跟我說嗎 你說好都在上跪 那上跪爆大量也不是好事 因為這個大家全部擠在上跪去的 那也不是好事 來 那麼跪關鍵的時間波轉折 我要來告訴你 我要來告訴你 好 那麼這個出口沒有保益 大家就知道了 今天要公布外銷出口訂單的話 大家還是想開一點 不會有多好 一樣 你手上的瓶蓋骨 IC設計太陽能 怎麼反彈逃命 你要怎麼運用反彈來逃命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禮拜 忘了忘了 對不起忘了 來看一下 活動範圍 活動範圍就在這 看一下活動範圍 活動範圍 活動範圍 好 那麼最主要的 這個時間點大家拿捏得住 那待會也不要忘了 看看我們廣告中的一個訊息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這個最重要的技術面在這邊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最重要的技術面在這邊 好 那麼我把它縮小圖 這之前我跟大家講的一個叫 四手黑盤 我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 來看這個四手黑盤 你現在圈圈的部分都是四手黑盤 四手黑盤 有沒有馬上跌 沒有 還反彈 反彈之後第二是四手黑盤 然後四手黑盤呢 你這裡還反彈 你看 這還反彈 這裡又出現四手黑盤 有沒有 四手黑盤成立了有沒有 又反彈 這裡再出現四手 開始跌 這裡四手黑盤 有沒有看到 這個已經跌到八千二的 還出現四手黑盤再跌一波 這裡不是啊 這裡三手而已啊 這個不是喝啤酒 一手兩手的 不是 搞清楚 這裡四手黑盤 還彈上來 這裡還是四手黑盤 我把萬點以上的四手黑盤 都拿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說過 這裡是不太對勁的 那這個是半三腰 你把這個一萬點 一萬點減到七千兩百點 減掉除以二 剛好在這位置 剛好就在這位置 半三腰 老手總是死在半三腰 你不要自己搞不清楚 我說技術面已經統計資料給大家看 這是四手黑盤 這個本來就要結束了 遇到一個 一個要什麼 這個 馬錫月上來再跌 這裡本來反彈有限就要結束了 天破季限了 遇到什麼 遇到孔公 孔公 孔公助公 你覺得這句話合邏輯嗎 如果合邏輯就不會有七百多億的成交量了 你想一想我跟大家講的話 我不會給大家亂講 你自己想看看 這樣的基本面不是讓你全力做多的時候 那我剛才說過 國外你要死不死 你如果這時候國際股市股市大漲什麼電子股啊 什麼一大堆的 我都覺得說機會是有的 居然大漲生技股 生技股你到網路去找 去Google去Yahoo都沒關係 生技股跟電信類股 總是國際股市的避險的概念股 請你記得我跟大家講 這個不是我巴名的 你去Google Yahoo都看得到的 這是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這個禮拜的所謂的活動 你千萬不要錯過 關鍵時間點 你做錯啊 踏錯一步的話呢 就很麻煩 還有呢 我之前跟大家講 那個高檔的位置還記得嗎 我跟高檔在這邊跟大家講空的時候 大家沒有感覺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空 你沒有感覺喔 後來還跟大家 跌下來大家都說小型股啊 都是標股啊 那跟現在的時間是一樣的意思啦 跌下來了 小型股是標股啊 資金跑到小型股沒有成交量 你再試個幾天看看吧 你可不知道 最後這個融資都進步 都開始爭了 大家跑去買 很好 主力真的成功了 把你掉都掉進來了 小型股啊 生技股啊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我還是強調 重要關鍵點你很容易做錯 你很容易受到市場的誘惑 基本面差沒有關係 這是什麼話 哪有什麼基本面差沒有關係 恐怖攻擊 資歷多 這是什麼話 越來越扯 對不對 想想我講的話 重要關鍵時間點 麻煩一下這個蘇贤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起始的最後收盤 在台股指數部分 收盤小跌 小跌三點 來到了這個8444點 再看到電子指數方面的話 也是一樣 小碟的做收 小幅度 彈上了0.12個百分點 上漲了0.4大點 330.6大點 金融指數方面的話 是在今天相對成是一個偏弱的情況 跌幅達到0.38個百分點 下跌了四大點之多 來到1041.4點 磨胎指數方面的話 小跌小跌0.06大點 好我想還是那句話 恐怖攻擊所延續的效應 還在持續 因為國際股市在歷史高點 你看看這個成交量 這個叫通縮 就你慢慢體會我講的 700多億 連買股票的人都 都買得爛爛這樣 什麼叫消費 買股票也是消費 你買東西 你看這個什麼成交量 你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什麼成交量 大家還是小心一點 我剛才說過 你不要不要 這個一廂情願 這個恐怖攻擊也是利多 什麼都利多 升息也利多 降息也利多 越來越不合邏輯 越來越不合邏輯 這就是你 你栽在這個市場上 那每個都說 我天天漲停盤 你自己看看 生技股 兩天前漲的生技股 現在沒有動了 又漲一個底下 跑出來的生技的 這個雞蛋隨膠股 連金魚都漲停盤了 你是咧 是不是 看一下 來看一下國際股市 美國股市是平盤 那史達克在平盤附近都是平盤 幾乎沒有什麼動 油價你還是要注意 這禮拜中油要大降價 油價這個事實 你看 本來說油價要上來也沒有 只有通縮的環境才這個也跌 黃金也跌 黃金也跌 利率也跌 美元小升 美元這邊震盪 那國際股市現在就這個架構 然後恐慌指數17到20那邊繞 都是最後關頭了 昨天美國股市稍微 稍微沒什麼行情 它就漲上來了 注意我跟大家講 還有奢侈品指數 這幾天又開始大跌了 恐怖攻擊這個沒話說 頭上邊你要注意我講的 為什麼奢侈品指數那麼重要 大家應該知道 恐怖攻擊一發生 全世界那個消費 高端消費全部停下來了 直接受傷害的就是奢侈品指數 所以國際股市在談 奢侈品指數反而在破底 奢侈品指數反而在破底 同志朋友這是很重要 因為奢侈品指數 通常就是SMPU500這一個的領先指標 這是國際股市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統計概念 所以關鍵時間 大家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最重要的時間點 好 那麼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禮拜千呼萬喚 千呼萬喚 大家一定要把精神集中一下 你自己靜下心來想想 想想這個行情 在半三腰的行情 什麼叫半三腰 我剛才講過了 一萬點減到到七千 七千兩百點減掉把它除以二 這個加上去 這就是這樣 就剛好這個三千點嘛 那除以後一千五百點 再把七千二再加上去 剛好八千五 剛好這黃金切割率的這個零點五 就是說來到這個半三腰 是要再上去還是下來 這個絕對不是什麼 什麼升息啊 這個不升息啊 絕對不是這個能夠影響的 是未來基本面大家能不能得到去消費 而恐怖攻擊這種東西啊 很複雜的 我說過這個不是蓋達組織 伊斯蘭是一個國 一個大國 他跟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挑釁 以前的蓋達啊 只跟還不敢跟這個中國大陸跟蘇聯挑釁 因為他要買武器等等之類的 現在這個伊斯蘭是不鳥的 連中國都恨得牙癢癢的 他不怕引起你世界大戰就世界大戰 他不鳥你的 他跟公開揚眼歡迎你們來報仇 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他我說過伊斯蘭國的土地啊 比英國還大 比英國還大 這個禮拜 馬上下個禮拜 就在下個禮拜 即將進入真正的時間波轉折 我到時候我會算給你聽 好 還是老話一句的 到時候沒有 你每次在做股票 我就沒有聽過說做股票 你不相信基本面很重要 沒有基本面 總體經濟面也是基本面啊 今天晚上要公布外銷訂單 你要注意哦 小心下個禮拜 封一個大回檔哦 好 一樣 你看到每個人都在講那個 天天漲停板了 你在哪裡找來是不是 對不對 注意哦 有些股票你自己心知肚明 奇怪了 大家都在講漲停板 實際上手帳你怎麼沒有那些股票 你的股票居然在盤跌 怎麼會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那些股票哪裡找來的 生技股輪流的 然後這個跌下來 然後再 我說過 那個叫避險用的 你最主要的你的股票在平概股 在IC設計 我這幾天我們開始攻擊 當然我不是說 這個 這個 我不是恐怖分子 不過我們開始 小心這個 開始注意這個太陽能 那下禮拜就是IC設計 那平概股是之前我們一路空下來的 平概股 那我說 如果你有這些股票 或者你自己 沒什麼人空 真的再去空 空上面生技股去用加空 快來找我 快來找我 怎麼找我 來這裡找我 來這裡找我 來我們活動的範圍 活動範圍 投資朋友記得 記得我們活動的範圍 記得我們活動的範圍 也希望投資朋友 你待會兒一定要記得我們廣告當中的訊息 廣告當中的訊息 不要忘了 好我們再來看看 國際股市沒有什麼大變化 美國股市昨天根本沒有內容 幾乎沒有什麼內容 唯一比較大的內容來看一下 看看國際股市的內容 內容結構的話呢 來看一下 好 那麼美國股市 假裝的這個大家都說 昨天太陽能跌 其實昨天 蘋果 蘋果現在沒有一個華爾街分析師 在講蘋果的iPhone系列的 沒有人看好那一塊 那蘋果昨天還小漲 因為蘋果又說要跟三炮 要跟三炮這一檔股票 來照到這裡 要跟三炮這一檔股票 合力在中國建太陽能 一聽 這個市場上一聽到這個消息 怕一個 你看美國太陽能 這個前幾天跌兩成三成 昨天再聽到這個消息再跌16% 連三炮也聽到這個消息也跌了3% 昨天前一個交易日跌5% 太陽能你說機會在哪裡 本來公過於求了 還有蘋果要射大廠 再來倒三天一個 公過於求了 你自己心裡有所 這個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國際股市變化最大就是這一塊 那麼紡織類股大家在講它好 可是紡織類股也不太對勁了 紡織類股也不太對勁了 當然我是強調 MerryMake快要破底了 跟自行相關的股票在美國快要破底 這個人的股票很奇怪 在美國股市的生技股當中最弱 美國股市在主跌是醫藥類股 美國股市長的生技股是製藥大廠 製藥大廠還有什麼還有醫財股 來看一下 但是美國股市這一些 這些股票大家要注意了 Nike這些紡織類股 這個都在盤跌的狀態當中 那高通昨天跌8% 事實上我跟大家講 以前高通一跌的話 應該這個2454連發科要上來 現在不對 高通暴跌 通信晶片的需求大幅下降 包括中國大陸那一塊 你自己小心了 你自己小心了 好 那麼一樣 我們還是老話一句 同志朋友今天這個禮拜我們有很重要的活動 待會兒你一定要看看我們廣告當中的訊息 來看這個 來 這是大樊的價錢指數 差不多了 我說半山腰 老手死在 通常會死在半山腰 這個高點跟這個低點 剛好是半山腰 半山腰 這像個山的半山腰 這一座山的半山腰 恐攻助攻 你也幫幫忙 睡得這麼好 量極縮 冷凍了 冷凍了 這個量已經變700多億了 沒有量你要攻 你又要跟我講了 你又要跟我掰了 小型股 上一次我跟大家講空方的時候也是一樣 今年在高檔也是量極縮 這個當時也是量極縮 後來為什麼全死 那個小型股跌得更慘 你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這個重量級的股票矽創 有沒有看到 頭部出來了 矽創來照一下這裡 我忘了寫字 矽創 頭部出來了 頭部出來了 太陽能冒敵 有沒有冒敵 這個也是頭部啊 短頭部都出來了 拉了一大段 所以我說實在 我的策略都是一樣 我在這個附近空 停損手這個 3%而已 我用3%來跟你換 我用3%來跟你換 來再來看這個 有沒有 這個地雷之購有沒有 我這幾天 這段你一直看 莫名其妙跌得七支跌停 他引爆了一些未來可能出現 小型這一些股票 這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融資使用率都 這個這個 九成都出現 注意一下 紅準當然是標準的平概股 這是什麼態度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大頭部都出來了 中央的股票 金層資訊來看一下 金層資訊來看一下 第三季轉 轉贏為虧 轉贏為虧 寫錯了 轉贏為虧 轉贏為虧 瑞宜來 這個 你說說 這個這禮拜沒有辦法漲上來 下禮拜又有的跌了 投資朋友 到LED的概念股 包括新日光等等之類的 都是出現怪怪的行情了 都是出現怪怪的了 好一樣 投資朋友 你不要離開得太早 記得待會兒 麻煩導播再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電腦圖表 記得待會兒 一定要看看 我們的廣告活動當中的資訊 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時代 時間點 下禮拜 恐怕要面臨到12月份 一個真的一個變盤的架構 再怎麼樣 投資朋友你想想看 總統大選要來了 美國要升息了 最好就是 就是在這樣盤而已 就怕一個不對勁 就來一個回馬槍大跌 小心 好的 非常謝謝鼎開兄 鼎開兄 一二再再三定名給大家 還是要特別留心到 這個重要的轉折關鍵 尤其在下個禮拜 在整個回檔休息當中的話 會不會來到一個 更關鍵性的日子 非常非常的重要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禮拜再會